大家好,今天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研究部讲的讲座 今天的题目都比较有趣,我们就比较集中讲一个题目,就是讲一下人工智能 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了 人工智能已经有接近80年历史,基本上AI可以具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执行具体的任务,这种AI属于弱人工智能 其中一个大家可以最容易理解的就是AlphaGo 只能触触遗期,另一类是强能工智能,或者是通用工智能,或者是AGI 它就能够模仿人类思考、决策,也有一种自我意识,或者是自主行动 而事实上工智能这种概念,或者是一种异人的想法 其实在古希腊的时代,好像这幅画的时候,当时的人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想法 就是创造了一个类似人类的机械人,可以帮人去处理一些问题 而事实上,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可以这样说 就是从1940年的时代开始建基上来 就是1943年的时候,美国神经科的科学家 麦卡洛克和邏輯学家皮切,提出神经元的数学模型 在他们的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奴族演算》里面 亦被视为人工智能科学的电机石 而今天大家很热冲讨论的深度学习 其实前身就是人工智能网络,它的基础就是神经元的数学模型 去到1950年的时候,英国的电脑奇才,密码学家,邏輯学家 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之父的图灵 亦发表了《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的论文 里面其实也演述了关于模仿游戏,模仿人类思想的一个系统论述 而去到1950年的时候,人工智能这个字,AI,Indificial Intelligence 其实就真的是首次良述了 当时有四位AI秘组写了一份提案,召开了研讨会 他们分别是麦卡锡,明斯基,罗茨斯特和香隆 当时首次定了人工智能的辞会 去到1960年代的时候,第一代的一个语音的人工智能的助手叫做Elisa 就面世了,他也可以算为今天亚马逊的语音助手 Aliza,或者好像Google助理,或者是苹果语音助手Siri的一个组母 他也可以跟人进行一个书面的交流 他就没有人认,没有声音,单纯一个机械人的程序 透过这个预先的人工编程的剧本 就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心理的咨询交流 去到1970年代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语音的机械人 就在日本的祖田大学就单身了 专家就利用了一些相关的专家知识 和他的思维过程就放入这个机械人里面 而去到1980年代初期,也开始用人工智能 去做一些医疗诊断和一些其他领域的应用 去到1980年代,如果大家都还有印象的电影 Terminator的时候,其实就是 你看到机械人,人工智能 其实这些想法就非常之热冲 当年AI的应用也出现了一个突飞猛进 包括指纹、语音辨识、人造生命等 这些科学开始交融,产生了不同系统 另外就是深度学习的三个巨头 新顿、本吉奥、杨立坤 就发表了一个叫做反向传播算法的论文 也开启了深度学习的潮流 不过,AI其实遇上了两次航东 包括了1974年至1980年和1987年至1993年 这两次AI航东可以说主要都是来自淺方 由于以前的AI研究 大部分的资源都是来自政府给学术机构的部分 由于当年的数据和演算的能力有限 导致很多时候AI出来的产品 都会被人感觉好像赌钱落河水海一样 但是到了21世纪的时候 很多人工智能的能力 基本上已经可以超越了人类 包括例如捉维棋、打破克 或者去证明一些数学的定律 或者在海量的数据书中建构的知识 或者其他语音识别、面孔识别、指纹识别 包括自动驾驶 这方面很多人工智能的产品 已经可以超越人类或非人知病人类的水平 而事实上在2012年的时候 ImageLED成功开启了新一轮AI的复兴浪潮 ImageLED是一个视觉的认知软件研究 而设计的大型视觉数据库 他由非常出名的华裔的AI科学家李飞飞 在2007年发起的 当时他是Princeton的教授 他曾经是Google的首席科学家 当年他们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比赛 邀请所有人去参加演算法的比赛 即视觉的演算法是最强的 可以认知的能力最高 而在过去十年里 其实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写新闻 亦都可以在经过数据的训练之后 可以认导猫、认导狗、做到一些识别 大家可能都记得 比如IBM超级电脑Watson 他赢了两次智力竞赛冠军 另外AlphaGo也赢了围棋世界冠军 另外就是BostonDynamic 他的机械人套背了三级的障碍跳 刚才说了很多 什么是机器学习、Deep Learning 究竟是什么 机器学习是让这个电脑 就像人类一样具有学习的能力 透过这个资料训练 电脑程式就使用算法 在数据里找到一些模式 而机器学习的应用非常广泛 包括我们平时用的search engine 天气预测、人面识别、指纹识别、车牌识别、 医学诊断、测评等 其实都已经用到非常多的machine learning 而Deep Learning 是什么呢 Deep Learning 基本上就是 subset of machine learning 就是实现机器学习技术的其中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也称之为深度神经网络DNN 要解释Deep Learning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你用一些数学的理论 其实它就分了非常多的layer 去做一个pairing的运算 如果简单点用一个 大家听得明白的方法去解释 什么是Deep Learning 其实Deep Learning 就好像教孩子去识别狗的过程 对于BB来说 你要他认得狗 其实可能你会将很多图片 或者你跟他讲一些狗的东西 令他将狗联系上来 比如BB可能会透过一些吠声 也会联想到狗是怎么样 直到不断地重复后 就开始BB就可以认得到究竟什么是狗 而电脑在Deep Learning 其实那个学习的情况都类似 其实它就是透过不同层次的结构 不同的算法 就是每一级续级续级的算法 就不停地学习 经过重复又重复多次多次的运算 在不同的parameter放进去 比如第一层的parameter放进去 第二层的结果放进去第二层 第二层的结果放进去第三层 如此类推 不停地重复地学习 在数据学习后 就会找到相关的特征 比如像小孩子 学到认识狗的动物一样 这种学习模式 就称之为深度学习 而机器学习理论上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分为四种 第一种叫做有监督式的学习 这种学习模式 这种学习是最简单的 因为所有资料都有一个标准 就会告诉你 电脑放进去的资料 都有对应的答案 对于电脑来说 最简单的 因为你告诉你 例如放一张狗的照片 然后你告诉你 这张照片里的那张是狗 它就会自行简单 拿到一个标准的答案 但对于人来说 非常复杂 很辛苦 因为你要把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会标注 但是在电脑学习的过程 就会最简单 另外一种叫做 Unsurprising learning 这种学习的方法 就刚刚相反 所有资料都没有标注 任由电脑自己在资料里 找到一些特征 而进行一个自行的分类 由于这个分类的方法 不涉及人去做任何的东西 所以来说 它的误差就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对于人来说 就最简单 对于电脑来说 用文字说法就很辛苦 但是实际上 你要用多算法 用多计算的timing 才可以计算到 做到这个学习的过程 另外一种叫半监督式 Send me surprise learning 这个半监督式 就是输入的资料 只有部分有标注 电脑就要透过有标注的资料 找出一个特征 进行分类 而其他的就没有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做出来的结果 就会比较精准 也是现在最常用的方法 另外一种 最后一种方法 就叫做 be e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强化式学习 这个算法里面 就会透过不同的互动来学习 也会透过这个不停的互动里面 将取得最大化的预期利益 运用这个学习的方法 就是不需要标注任何资料 但是呢 你会有一个feedback 给他 就告诉他 他说出来的事情 是否正确 哪一步是错误 就是说 你会回馈他 究竟他出来的结果是好还是坏 最后就由电脑进行自可修正 最终得出一个正确的结果 大概就像这幅图 他就会不断运动 你就会告诉你 结果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对的 他的电脑就会给了一个reward 不正确的情况 之后他又会怎么处理 直至不断重复 他就可以能够最终 自我修正 得到一个最正确的结果 那你说 通用人工智能 究竟距离我们现在有多远呢 那 其实要实现AGI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匹别 不同的研究都有不同的观点 那 现在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基于心头学习 和神经网络 就是刚才我们说过 不同的模特 就是所谓的模特 那主要现在基本上 大部分模特 都是基于 比如心头学习 或者是露原神经 那 利用了大量的数据 不断地去训练的机器 令到他能够掌握了不同的技能和知识 那 他就由于这个方法 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 他会比较缺乏一个常识 推理 創造能力 一些高阶的智能能力 而且他比较难适应一些新的环境和任务 因为他只能够根据以往的数据去做一个训练 虽然他是一个通用 能够学习不同的领域的知识 但是他要进行一些推理的 或者如果大家有玩过 大家知道他的训练能力是比较低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透过这些学习的过程 我们稍后也会解释一下 其实他的推理能力是比较低的 而且如果你没有相关的数据 其实他比较难去应付一个 他未阅读过的情况 所以这个也是他的盲点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人们基于一个符合落差学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要通过 建立一个他们电脑的语言去描述这个世界 而进一步令到机器 能够进行一个抽象的思维 推演的能力 解释的能力 因为其实如果没有文字的话 其实没有电脑自己能够掌握的文字 其实他是很难做到一个自己的思维 简单来说就是 其实他是要令到自己有意识 能够自己思想 能够自己做一个推演 能够去解释世界 令到他去进行 有一种思考的能力 但是这个也都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这个世界有大量的不确定性 模糊性、模糊性、变化性 令到他其实很难去获取大量的知识 如果透过这个方法的话 当然除了现在时间的推移 你会看到之前AI主要是比较针对性 就是打散了在不同专攻一些特定的领域 去提供一些专门的解决方案 你会看到AI主要是分散和碎片 例如他懂得触掌棋 他懂得营养 或者他懂得处理一些语音 但你很少看到一个真正的机械人 他能够做到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没有一个真的可以把所有的事情结合在一起 有误感、能够听、看、讲、寫 这种不同的能力的机械人出现 有一个人工智能又有误感的机械人出现 所以其实暂时来说 我们现在距离的通用人工智能 其实都还有很远的路 不过最近GPT的技术进步 其实可能是我们达到通用工智能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虽然暂时还是距离实际的 真正可以做到一个 可以好像人式行、走式思考的机械 还是很远的路 那整个说完一些AI 一些比较概念性的东西之后 第二部分我们就会说一些 例如大家最近出GPT 牵起了投资的铁流 贵远是什么美股 一些港股 有相关的概念 如果你看整个 整个的architecture 你会看到 其实里面牵涉到极多公司 包括 如果HIGH LEVEL 有AI Service 有AI Solution 有AI Software Platform 有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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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觉其实牵涉到极多公司 当然今天就没有时间说完所有的 但是其实这个图 大家也可以再参考一下 在不同的范畴里面 其实牵涉到公司非常多 先讲一下市场 ChatGPT的成功 其实引发了 主要是微软的入股 另外Google也开始加入了战团 ChatGPT 其实是生成式AI 一个叫generative AI 其实的产品 其实它所谓生成式的AI 其实也是刚才说的 是机器学习的技术其中一种 现在通常人们会联想到ChatGPT 其实是因为它的目的 就是生成一些文字的内容 就是AI Generative Content 现在主要生成的 主要是文字 图片 音乐 或者一些影像 它也是通过 学习大量的数据 了解的模式 就是令人生成一些新的内容 应用到教育 社作 翻译 广告 写程 写program 医疗 法律 游戏 游戏 客服 或者艺术 因为懂得画画 不同的领域 理论上可以大大的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 根据研究机构 Gana的估计 去到2025年 生成AI将会佔所有数位的内容 10%左右 而佔所有行企业的生成行销 资讯大概三成 而根据另外一间研究报告 就是Precidence Research的报告 估计全球的生成AI市场规模 就会2027%的复合年增长 去到2032年左右 大概会接近1,200亿美元 那么多 究竟出GPT有什么厉害之处 以及如何练成 出GPT大家都知道 由OpenAI研发出来 涵盖了一些自然语言的处理 所谓的L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视觉机的视觉 强化学习 就是刚才所谓的 Inforcement Learning 在2019年 其实OpenAI 获得10亿美元的投资 其实OpenAI DLE的图像的生成 其实开始也掀起了很早的讨论 所以你看到 香港美图 因为它也做了一些类似的技术 生成一些 导入一张照片 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些内容 变成一个漫画化 那么 出GPT就是OpenAI的NLP产品 它主要是基于GPT3的语言模型 推出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3.5代 现在最新的话 就去到第4代 大家都知道 它注册用户都非常夸张 基本上 它去到 今年1月的时候 每月的用户数目 已经去到1亿 超过 非常夸张 因为它只用了大概2个月时间 就能够成功 你看到它比TikTok Instagram Pinterest Spotify Tekl 졸ürer Google Tekl 졸ürer 详细更加快 所以隔火 应该是市场会对于 Tekl 졸ürer 采取GPT 未来像中间 由于公司 在公司之前 其实都想跟大家 讲一下 究竟Tekl 졸ürer 它的简单原理是什么 究竟它怎么生成这种内容 其实呢 所谓的GPT Tekl 졸ürer GPT是Generative Betrayed Transformer 这个Transformer是一种模型,算法模型 这个Transformer是来自Google GPT在真正做的东西是文字接浓 如何申请内容呢 譬如很简单,你问查GPT什么叫机器学习 扔进去查GPT 其实它会做什么呢,其实它会在它的算法里 基于你input的内容,它就会看到 原来第一个字答你机 就是那个分数最高的 所以当你问它什么是机器学习的时候,它会得到第一个字是机 然后它就会再重复这个步骤 就会把你问的问题 什么是机器学习 问好 接着放个基字 再放回去查GPT的运输模型里面 再找下一个字 这个就叫做文字接浓 在它的模型里面 在它的模型里面 那个器字就会是最高分 所以它就会 黏在机器后面 直到这个步骤不断地重复 它就会回答你 当你问什么是机器学习的时候 它就会回答你 机器学习是一门心 很深恨心目的 比如科技技术 直到它完结 所以 出GPT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重复重复重复的文字接红的游戏 你说它怎样能够可以做到这个 文字接红呢 其实刚才有说过很多 叫做 机器学习 其中它就用了一个叫自导式的 learning 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它就在网上高 找大量的资讯 譬如世界第一高峰 是喜马拉雅山的这个资讯 它就将前半截 前半截 前半截 世界第一高峰 就放下去 作为它的输入 它的答案是喜马拉雅山 放到它模型里面 它就慢慢地不断地将这些资讯 这个就叫基石模型 接着它就会进行一些 微调的学习 譬如它就会进入一些读读式学习 即刚才叫做surprising learning 譬如你问它台湾最高的左山是什么 那你就靠人告诉你 玉山就是台湾最高的左山 就不是回答它是喜马拉雅山 它就会透过这个技术 这两种的学习方式 就会知道 世界第一高峰就是喜马拉雅山 台湾最高的左山就是玉山 刚才说了 其实它就不断 出GVT做的事 就是在文字摄隆 它其实就透过刚才说的 在网上高 去砌他的 文字的减数 得出文字的接盟的结果 另外就靠人类老师的教导 另外就是靠用者 输入 当你丢一些问题 出GVT的时候 它就会出一些答案 其实如果大家玩的话 你可以告诉它 其实你这样答是答错的 它会透过不断的和你的互动的关系 其实它会慢慢可以 修正回自己的答案 究竟出GVT的模型 究竟有多夸张 如果要对比的话 其实如果大家 可以看个表 其实第一代的出GVT 其实只是大约110Mb的 而去到第二代 都是大约1.5Gb的parameter 不是1.5Gb的数据 是1.5Gb的parameter 放入那个模型里面 而去到出GVT3 其实是 175个 b的parameter 放进去 这个出GVT3的parameter的模型里面 而出GVT4 它就没有讲 相信可能有机会再翻倍 甚至更多 因为你见到 其实这个数据模型 它的parameter 基本上是Exponential的上升 所以你见到它的模型 用一个复杂的放进去的parameter 複杂的程度 非常之夸张 就是parameter的上升 所以为什么它能够做得 回答你那个 那么有文有老话 那么像一个人 其实它是放了 极大量的parameter 去砌这个模型 至于 出GVT未来的发展方向 究竟它会怎样呢 第一 可能会有 promp engineer 崛兴 什么叫promp engineer 就是 你问他出GVT 问他内容的时候 其实你也要问得 他聪明一些 否则的话 其实你问不到 一些好的答案 而promp engineer 其实是这一方面的expert 你知道怎样向 出GVT 发问 你才会得到最好的答案 这个就是 所谓的promp engineer 另外就是multi model 刚才说了 现在的人工智能 通常都是 没有感官的 他又不会说话 可能又不会做其他东西 没有其他感官 没有听写的能力 即是有写的能力 将来可能会有 例如有其他会懂得说话 或者懂得听 所以他会有不同的 感官发展出来 也不奇怪 另外 当年 将来的 出GVT 我相信会减色所谓的幻觉 什么幻觉 由于 他学习的过程里面 其实 刚才说的 他很多时都是 一个 自我 学习的过程 其实就未必 是 太多有 惊喜的 状况 所以他有时 可能会出现了 寫了一大段 他自以为 对的 事实出来 其实他可能 在文字接龙 其实是 接错了 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幻觉 另外 发展的领域 就是一些专业领域 人工智能 出GVT 例如 Bomber也说了 自己会开发自己的 Bomber GPT 而出GVT有什么风险呢 刚才说 他有很多错误的论述 他的 资讯 未必一定是对的 因为他透过自己 Break down 一些文字 去学习的过程 的时候 其实他的资料 可能是错误的 另外就是 大家都知道 他的资料 其实是去到2021年 所以 之后的 数据 他没有 所以他出来的 结论 很多时候 论述未必一定正确 另外就是 由于他大量的数据 都是网上高学回来 你知道网上 最多就是 受狠言论 和偏见 所以你看到他出来的 也有很多 很容易引到他说了一些 受狠言论 或者偏见 另外就是 机密资料外舍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 就是有个Samsung的 programmer 就把 他们晶片的一些program 直接丢了去 Trackgbt 做Depad 结果 就把这个资料 就洩密了 在Trackgbt的模型里 所以这个 防止机密资料外舍 或者是浪用 这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 我们是很难偵測到 由AI生成的 结果 哪些 文章 或者哪些 画 图像是由 AI生成 还是用人去画出来 其实暂时 比较难 去发现 另外 很大机会 就有很多职位 会被AI 就是这个生成的AI 除代 当然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会有机会被人 pulse 去暂停发展 你之前也听过 有些公开的 报导说 希望要求 就是 例如 Eomux 走出来 就说要求 应该暂停6个月 在开放AI的发展 这边 接着 就说一说 AI的产业生态圈 以及结构 其实刚才也很快地说过 或者上个月 我们其实讲座 也有一点 大角 这里再很快地说一说 整个生态圈里面 其实你见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图像 处理的晶片GPU 刚才说过 你看到那个 这个机器的 Deep learning 由于是 涉及很多 layer的 learning 它是multi layer 不断每一层 很多层 大家去学习 所以 其实就会 用GPU parallel processing 的 芯片 去做 AI的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 可以parallel 去运算 所以 大家一炒的时候 就不是炒Intel 不是炒AMD NVIDIA 其实NVIDIA 如果大家 对这间公司的了解 都知道 其实它 最擅长是做你的GPU 另外 Google 也有自己的AI 晶片 就会讲过GPU 这个就是 最底层 就是 关于 computer hardware 方面的东西 然后 在最底层上 就是 card platform card platform 有Amazon 有微远的Azuri 有Google的GCP 这些都是 cloud platform 的Provider 或者我们叫 ISIS 然后 再上一层就是 一些技术的模型开发 比如 包括Google Google brain Deepmine 微远 自己收购了 OpenAI 另外 8度 Meta 阿里巴巴 也有自己 建立一些 自己 AI的模型 这个就是 模型的开发 而去到最上层的 当然就是 一些 所谓的Apps 我们现在看到 所谓 ChatGP 就是OpenAI 做出来的Apps 另外就是 例如 生成一些图片 例如Stability AI 这些都是 去到C端 直接碰到 User的Apps 应用 当然有些公司 就是end to end 这样做 就 Depend 不同的公司 的情况 接着我们就很快 就是 高呼一下 几间 比较重要的 关于AI的公司 我们上个月的讲座 其实也有 有些部分有 掌握过的 譬如NVIDIA NVIDIA 为什么 人们最关注它 也最 最喜欢它呢 因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 挖金发达 就没有多少个 但靠买银 买锤 买鸟 其实发达的人 更加多 所以 为什么 在 出GPT 热词 其实你发觉 NVIDIA 是 非常热炒的 股份 主要是 它的GPU 大家都觉得 GPU 会非常 豪卖 所以 大家会非常 提供它 如果看回 最近一季的业绍 其实你发觉 它现在 不太理想 因为你发觉 几乎 几乎 TOPLINE 就倒退了两成五 两成 如果在个月的小行 包括GAMING 倒退了四成六 所以 一种增长的地方是 最后的增长的地方是 盈利亦有倒退,但仍是盛市场预期的出来 这里看到总体的营收,加上它的guide line 预期2024年财年的Q1,按贵就会增长 Quarter on Quarter应该是见底,但EonEa当然不处于倒退的状况 亦有提供资源的信息中心,营收下滑的情况会终止 去到Q1的时候就会恢复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刚才说过,NVIDIA如果大家有留意前一版 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Data Center 而它也会在业绩上推出一个新的服务 叫做DGX Cloud Service 由于刚才说过,你要进行这些大型语言的模型训练 需要很多GPU,也需要用到Data Center 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或者普通企业来说 其实你要自己建立一个大型的Data Center 要有这么多GPU,其实这个模型是不容易的 所以它想到一个新的服务就是将它自己的云端人工智能 提供作为一个服务,给客户去订阅 就变成一个AI-as-a-service 这个DGX Cloud Service 主要是配备了他们自己其他GPU的产品 用户就可以按月租,租用它计算的资源 对于普通企业来说,运营成本就变成低了很多 门蓝也低了很多 说完它的业绩之后,可以看看它的估值 NVIDIA估值一向非常高 你看到现在这个白色线不是股价走势图 这个是它的PE 现在它的PE是58倍 你看到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大概是38倍 现在就在交易58倍的PE 你看到其实一点都不便宜 也都高过一个标准差 所以暂时现在现价买下去的话 其实就有少少高序的风险 但大家都知道NVIDIA本身是一种波动性很大的股份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不需要太过心急 你也可以等它有一个明显的回调的时候 你想去买都不迟 就是你可以等到PE跌到50倍以下的时候 才可以先去考虑吸纳都不迟 我自己觉得 因为似终全年流流长这些这么大波动的股份 其实也有很多 就是factory 最大问题就是究竟你去到它跌的时候 你又敢不敢冲进去买 或者你觉得就是 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念去觉得这间公司做得好 那股价图来说 它这一年其实升了超过八成 所以其实你看到可以说 它其实是其中一只 今年以来做得最好的科技股 最主要就是AI这个概念 第二间公司就是Microsoft Microsoft 大家刚才都听我说过 就是说 其实它之前就预估了open AI 它也会加大 就是超级运线系统的部署 以及加速在open AI的AI研究 以及将open AI的AI系统和微软自己的产品结合 另外它也会将它自己的azure这个平台 就作为open AI的独家云端供应商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其他公司想用到open AI的运线的话 就一定要用azure这个运线的平台 那 那所以你看到 其实它也在这方面 其实也佔它住一个好体的优势 那另外 微软自己也会打造一个超级电脑 那就会用到NVIDIA的GPU 去继续为open AI提供运线的能力 那这个超级电脑就会用到大量的NVIDIA的芯片 用到azure的云端运线的平台 那 那当然会作为其中一个非常买钱的服务 那 那 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open AI 就是加上Microsoft 再加上NVIDIA 其实它就会成为NVIDIA 很明显就会变成其中一个阵营 就是它们自己加上一个独立阵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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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那 ��나 那 那 因此 您可以 drill 那 你能看到它的营收 去年的top line 其实是增长2% 我们可以很快地讲一讲,你会看到营收去年的top line增长2%,平平无奇 亦失去了市场预期,也是2016年以来最低的增速,以季度来说 正利润倒退了12%,但比市场预期高 你会看到去年做得最好,当然是智能云业务 同微增长18%,亦失去了市场预期 而Azure云计算服务营收增长31%,亦失去了市场预期 而其他两个业务,包括office软件,亦失去了市场预期 但为什么会增长和倒退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window的license,surface的设备 就是surface pro的手提电脑的laptop 和export其实去年也做得一样的,按年倒退了19% 所以令整体的利润有少少倒退 至于它的估值方面,你看到4p大概是28倍左右 以估值来说,在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就叫做不觉不失 你看到其实它现在的估值都算是OK的,不是很过分 当然因为大家觉得它未来需要整合OpenAI的功能 其实未必那么快显现到业务上 所以你看到它其实那个 so far的rebating的情况就不算太明显 可能就真的它要交到成绩出来之后 可能它之后才会再拉升得高一点 因为你看到去年其实可以交易得再高一点的PE水平 接近36倍都做过 那现在其实交易20倍就不算是十分之高 那你看到股价走势 其实今年它这一天就大概升了两成了 那其实就不算太特别了 其实跟大部分大科技股的 今年的表现就差不多了 那接着第三班公司一说就是Google Google其实就刚才说过 其实 出GBT的GBT的T这个model Transformer的model 其实就是来自Google 所以它自己也会出一个他自己的产品 就是Black 也是类似他好像出GBT那样 那也跟微软新版的Brain 聊天机能都差不多 那也是一些大型语言模型 就是Large Language Model的基础 那另外也会宣布了 就会把一系列自家的产品 就加入一些AI的新成功能 在里面 包括Gmail Google.com 或者是Washit 和Slide等 那就是将一些新成AI的工程 放进去 那就是和Google的Office 就直接称赞在这一方面 那其实自OpenAI推出之后 其实你发觉 而微软也都说 将这个OpenAI技术 引入了Brain 其实你见到Google的表现 就比较差一点 那一来 他自己出来的示范 就做得不太好 另外其实 我知最大的评论是因为 其实 那些人就觉得 由于Google自己的搜寻引擎 那个视线率 以前是超过八成的 而微软 他自己的Brain 由于加入了AI的新的功能之后 那些人就可能觉得 他可以在这个市场里 就分到一杯羹 那就搶占到Google的视线率 那就是那个视线率 所以令到他的股价就比较受压 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 用这些AI的对话的形式 去做这些搜索的话 其实每次的Course 你见到是比较高的 你见到 如果你用CheckGPT的话 其实你每一次去问他东西的时候 你的额外成本 是多了0.0142分 就是这个估计 但是你见到 其实Google 其实每次的搜索 每次的Course 就是0.016 你发觉其实多了很多 所以其实这些聊天的对话成本 其实会额外 如果Google要去迎战这个Brain 的话 其实他未来 一来 他那个视线率有机会下跌了 因为被他抢了头弹汤 第二就是如果要直接竞争 用这个语言的搜索的话 其实他的成本会额外大增了很多 而所以为什么Google一直 就是之前 其实他既然 那个刚才说 其实GPT的所谓的GPT的模式 其实都在Google自己 为什么他反而就没有一直做出的产品 其实我自己觉得 也都由于引擎搜索加广告 这个business model 是他主要的金蛋 而加入了这个生成的内容的话 其实对于那个广告的 如何辨现 其实有很大影响 所以为什么他之前就不是太过积极 至于NVIDIA 其实在AI训练的产品里 市占率超过九成 刚才说过 就说NVIDIA和Microsoft 那些产品会成为一个组合 其实Google自己 都有自己的图像的处理晶片 就是AI的晶片 那他的晶片 就叫做Tensor Process Unit 他声称他自己的TPU 其实他的Version 4的功能 其实比NVIDIA的A18更加快 当然NVIDIA的最新产品 就是H18 其实刚刚推出了 而现在就没有新的比较 而且NVIDIA的H18的制程应该是先进一点的 但是你见到 其实Google自己就有制作自己的 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的AI晶片 所以你见到Google的路径 其实在技术上它是不差的 就是无论AI的模特 或者芯片的设计 其实它自己一条路径 所以你见到它的联盘 就是Google加自己 譬如台积电 TSM IC 去做自己的组合 而你见到刚才Microsoft 就是MG 就会加NVIDIA 加上TSM 这样去做 而我们预期 其实在其他的科技公司 其实都会有机会 做多些自己的AI芯片 就是自己的AI芯片的设计 或者做自己的AI芯片 比如你见到 苹果也是自己做自己的手机的芯片 自己设计 另外你见到 其实可能你见到 包括Amazon 或者其他的科技公司 自己设计自己的AI芯片 也不奇怪 所以长远来说 你会发现 NVIDIA在AI芯片的主导地位 其实是长远来说 可能会受到质战 但是短期来说 当然它就首先会最受惠 因为这个就比较长远一点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着 看看AlphaBat的业绩 就是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 你见到其实它的上线就是Fat 也比较了consens 另外就是盈利倒退得比较厉害 你见到Google搜索的收入也跌了 YouTube的广告也跌了 唯一有增长的两点就是Google Cloud 你见到年增长32% 不过就失去了consensus 但是去年那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流量的获取情况下跌了 所以就低于预期 Google的估值就低很多 你见到Google现在 其实在交易的4PE大概是18倍 其实就去到5年的平均水平的低一个标准差 所以你见到它的估值就相对是低于NVIDIA 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大家觉得短期来说 它无论在产品上 会比较落后一些 另外就是刚才说了 如果它要在Google搜索引擎方面 要去做新的竞争的话 其实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成本 所以你见到它在交易的PE比较低 但是长远来说 其实它也不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因为你见到 其实大部分AI 它自己在AI模型的方面 其实一点都不落后 而且它自己本身拥有的数据 其实是最多 所以未来它要训练一个新的AI模型的模型 其实它的竞争力绝对不会差过Microsoft 所以它也有自己的芯片设计 它也不需要完全依赖NVIDIA 所以它的竞争力也不是太差 所以大家长远来看 我自己就不会看得太淡 就是Google 股价表现 如果以year to day来说 其实它也是升去两成 其实跟Microsoft差不多 就不是很落后 如果是纯粹以估计股价表现来说 第四间公司的公司就是Oracle Oracle Oracle 其实 几年前已经开始进军这个云计算业务 它开始为一些汽车厂 提供一些无异撞击的无形的支持 后来由于它的技术有一个叫做Direct Remote Direct 的Memory Access 它的技术做得很好 所以看到很多神经脉络 以及一些机器学习的计算 也都放在Oracle的Data Center上做运算 所以看到它其实都是在人工智能 那里面其实都是占不直卫 另外NVDIA也也说了 它推出DGX的云服务 它也会用到Oracle的均纹云的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的Data Center 托管NVDIA的AI的服务 所以Oracle有机会 nov.在其中,企业的利益企业里面采取一些优势 证据象徵是,现在市场率相对比较低 出现回来增长比较容易 因为现在最大仍然是阿马逊的云,第二是Azuri,第三是Google Cloud 而它的客户包括了Zoom、TikTok、Uber 现在占云的基础设施容量大概68% 未来应该也有机会再增加 另外它也会再有41个Data Center,未来有8个新的Data Center 也是兴建中的 至于营收方面,其实它的Top Line反而有比较大的增长 在最近一个财贯里面,其实它的Top Line的收入就暗年底增了18% 略低于市场预期一点 但是盈利仍然有少许倒退 主要是因为 贵求收入的增长就牺牲了 无理一点 所以你见到它的earning有少许倒退 它的展望其实是逼了市场预期 预期的营收会增长到15-17% 也比现在的合作大约16% 它的估值你见到现在其实是高过它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 因为现在看到它的4P大概出现17倍 你见到过去5年平均就大概出现14.6倍 大约15倍 你见到其实反而它出现业势之后有少许倒退的感觉 因为市场似乎都看好它那个 ISIS 即是那个云的基础业务 服务其实都会有一个比较好观的增长 尤其是AI的大动 你见到它的股价表现 你见到它的股价表现 其实今年以来都算是OK 就升了18% 那就 看看它之后的情况有没有机会再好一点 最后一间要说的公司就是百度 百度其实是最早发起中国大陆的计划 在内地来说最具有发展AI潜力的公司 它本身的搜索业务基本上具有AI早期的错译 也是最早运用深度学习的商业务公司 你看到它大部分的业务基本上都是对标着Google 另外就是它自己本身在 大家知道它有地图 有定位的数据 亦都有它的百度的知识库 所以对于它来说 去建立类似这些GBT的模型 大家都知道它推出了个民心一年 虽然出来的 效果现在 普普通通 但是似乎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觉得 而事实上 如果看回国内来说 其实百度是比较 为数不多 具有四层 在不同层面上都有提供服务的公司 包括应用层 就是刚才我说APP 另外就是模型层 它本身自己也强于在AI的模型里面 App当然更加是 就是搜索 另外就是它在那个 介绍层 它自己有个非常大的模型 另外它在芯片设计里面 它也说它自己有一个叫做 昆仑芯 这个我就不太熟 如果看下去其实它在 头两层都算是强的 另外两层就 比较不一定 它这个财务表现 其实 今年的收入就叫做 变得到的市场 但是其实你看到 爱奇艺的增长 就更加超出市场 越来越多一些 盈利就增长了1.9倍 如果浪费的话 就增长了两三成 但是 大部分的利润增长 都是来自 降本增后的 效果 但这个就比较 长期持有 另外它也都 减低了研发费用 这个也是比较奇怪的现象 所以你看到 其实它 就不算 市场就不算 有一个 很大的铜镜 有这个情况 另外公司提出了一个 50亿的美金 的 回购 由于它广迹都是普普通通 所以其实 你见热炒了一下之后 其实最近都会回到 颇多 估值上 它就更加低一点 因为你看到 它现在是大概 出现14倍 4PE 其实它过去5年平均就出现17倍 你看到再低 比其他海外的科技公司 一阵 我想它要 较到多一点 它的估值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 拉高一点 但是就叫做 看看它能不能做到 交货 趁这次 其实它已经 技术面 或者数据上 已经算是非常优胜 但是它能不能够 趁这一次打到我反申战 好 很快地讲一讲 那些ETF 因为时间差不多 其实有几家公司也有提供一些AI相关的ETF 这里就很快地讲一讲 这个BOTZ 就是Golbal XK 和人工智能ETF 它查询了这个index 你看到也有大名 NVIDIA Keyens 就是全感器 有Intuitive Surgical 就是医疗机械人 另外有一家公司 估价图意识 另外一个其实都是 同一个index 这个就是每日两倍 就是两倍的ETF 这就是同一个 但是记住 跟其他两倍三倍的ETF产品一样 它每日就会有 有手组费 不理长期持有的 最好就是 观察到市况有momentum的情况之下 才好买 但是基本上是同一个 同上那个 大概就两倍 另外这个robot ETF 就是RBO 就是最早成立的机械人的ETF 里面其实也有一些AI的概念 这个就叫做历史最悠久ETF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另外这一家就是 iShare 就是robotics 和AI的multi-sector ETF 它推出的index 它推出的index 是facet gobotics 和AI index 你看到它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连香港的股票都有 磁创的 比如美团 kingsoft cow 爱奇艺 其他那些才是传统的大名 比如meta spotify nmedia 那些 这个都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另外 说起AI 这些初创科技公司 其中一个大家可以想想的就是ARKQ 就是 科技女叫做Kathryn Wood的旗下 另一只 它不是旗艦一个 是ARKQ 就是 自动化和机械相关的公司 这个就比较多是 跟自动化和机械相关的公司 你看到有Tespa 有DE、VDE、NVIDIA都有 也有一些大名 另外就是 First Trust 这一只 都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有 这个 都是比较分散 它看到 它其实 除了有 C3 Dot AI 每个 就是AI 就是会创到AI 这一家公司 创到飞汽那个 比较小的 另外就是Mobile Eye 有Candesians Design 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的那些公司 就是 芯片的设计的元件公司 这个 它也算是比较分散 和 比较中小的公司 比较多 另外 港股也有 港股有两只ETF 一只是平安 就是纳斯塔黑人工智能 和机械人的ETF 就是3023 也有 C3 刚才看到 另外 你看到 都是Mobile Eye 那些 这样 但是它的不好处就是 你看到它的成交比较轻 你看到它的波幅 并不是很大 而且成交比较轻 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成交比较密度 还有它比较特别的 这个就是 Colbo X 就是 中国机械人及 人工智能ETF 那么它的持仓 你发觉 其实是比较多的A股 你看到 Top Holding里面有 金山办公室 大华 股份 科大信非 海康威士 去到第五线八度 你看到其实有很多A股 所以如果大家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A股 其实它们的 炒CHGPT 炒AI的气氛 就比 港股再浓烈一些 所以其实 如果 大家都看好国内的AI发展 其实反而这只可能会比较好 跟着 第二句就是 大家 说了这么久 人工智能这么厉害 可不可以人工智能选股呢 其实在 2017年 也出现了第1间 用人工智能 作为选股的主动型ETF 这个叫做AIEQ 那个Code是AIEQ 它就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就作为一个选股的方法 那么 大家就 如果 AI 人工智能 会比人工智能好一点 那大家就可以 想想这个 他就声称 这个模型是用IBM Budson的方法 去提供支持 你看到也有一些特别的名字 比如 Pinterest 刚才这个 这个 IS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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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图的话 表现就会比较普通 可能是因为 之前科技股就不太好 那 接着呢 就 说完了 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那有个观众 就是Gary 就问 可不可以share 这个可以的 那我们之后也会 发给大家 那另外呢 就是how to use your chat 有个 有位观众就问 怎样用ChatGVT 去explore American market 那 其实如果大家 如果你是香港的话 那你可能用 在Google手机用 searcher app PoE 那你就可以在那里上高用到不同类型的 ChatGVT的产品 但是呢 大家要留意着 ChatGVT 3.5 依然它的数据 是 去到2021年而已 所以由于它的数据 其实 很有限 如果你想 直接 接它会 跟它聊天的过程 它的数据 其实就好像 就不是太更新的 就是它跟你说 那些业绩的数据 其实是未必是最更新的 但是你跟它说一些 这些 软件 软件的资料 其实它都可以回答你 那其实 刚才我选了几家公司 也都是我试过 用ChatGVT 3.5 跟它谈起 其实得出来的 它的一些意见 就是它觉得哪些 比较是跟AI相关的公司 所以 其实你是某程度上 可以用ChatGVT 去探索 美国市场 或者你叫它 和它做一些翻译 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其实都可以 不过只是它的数据 就不是这么更新 就是提供更新的 另外 Danny就想问 阿里巴巴都好像 在做ChatGVT 请问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就是 你建构模型 一来就需要时间 亦都需要研究 但是阿里巴巴有的好处就是 它自己本身有大量的数据 就是由于它有淘宝 有TML 一直以来它已经有一个非常之 深厚的数据的基础 另外就有 支付宝 其实它 理论上这个数据基础就很好 至于模型方面 其实就真的要时间 而且它究竟 能够 要用到多少时间 去建立到好的模型 而且你看到 刚才我说过 其实你看到 那些无论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怎么样 其实你是要花很多时间 去让它 电脑 做很多 不断的重复 去找这些数据的 逻辑 其实这些都是花时间 尤其是现在你知道 美国就对于 芯片的出口 其实有很大的制着 所以其实 在某程度上影响了 内地公司 做这些 这些 人工智能的 Machine Learning 所以 我觉得 其实他们是可以做到 但是可能要花的时间 会比较长 我自己看内地公司 其实 由于它是 针对的市场 不同 所以其实 大那几家 我觉得会比较好 至于你说其他 二、三次 我得到反而 不是太理想 阿里巴巴 我自己觉得 都会一个 很好的 如果它要做 Journal 也是一个好的对标 至于 接着想问 双汤 是否可以 作为 GPT 其实双汤 都是一间 就是 又是一间 比较 它就有些 不同 它就 比较是 刚才我说过 我们看过 Architecture 说过 它有Apps 有Model 有基础的云 云设施 刚才阿里巴巴 其实就自己有亚历云 所以 你看到 它 暂时未见到产品 但是中层 它的Model 也未必大家太知道 但是它 其实做得挺好的 它的底层的侠 其实已经有一个基础 刚才加上它的数据基础 已经是 天然地 是一个不错的情况 相当有点不同 它比较是 多些的Model 因为它比较是 純科技的公司 提供服务 所以其实 它也有机会做得好 但是它的 层面有点不同 它做出来的东西 就未必是 跟 不会是跟阿里巴巴那种模式 可能它是 比较 我自己觉得它会比较多 是 Model 方面的 contribution 或者是 Service 即是 Model 的Service 为主 也 它应该 没有自己一个 很大型的Data Center 所以它也做不到ISIS 好像Oracle那种 它做不到 或者好像 你说Azuri 或者是 AWS 那些 它也做不到 所以 它的 Business Model 会有点 不同 或者它应该这么说 它的Business Model 会跟其他公司 有点不同 阿里巴巴就 比较会 垂直一点 我相信它会 有点像刚才我们说的 八道 就是由Apps 由Model 由数据 由底层的 靠 它都可以 自己做得到 那接着 看看还有没有 其他问题 接着 Gary Yang 就有一个 Fall up Question 他就问 如果 CHATGPT 越来越 popular的话 Any side Or support Business You will go Business Model Center 好 他就问 如果 CHATGPT 会越来越受欢迎的话 有什么 Business 会受欢迎 其实刚才也说过 包括 芯片设计 包括 Data Center Hardware 或者是确认 Hardware的芯片 其实将来我相信会有多些不同类型的芯片 除了GPU 其实是Graphical的 芯片之外 其实会有其他专用的AI芯片 越来越多 我相信 因为会 第一次月度的 讲座 其实我们也有说过一些芯片设计的软件公司 比如CDNS 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Data Center ISIS 就像我刚才说的 OiCo 或者 一些垂直整合的公司 比如Microsoft 你会看到 由他的 Offic 由他的 软件 他自己的 OpenAI 这几方面 他唯一的Di 就是NVIDIA 所以你会看到 公司的 都会是一个受惠者 因为 越来越多公司都会用 如果他做得成功的话 相信很多公司会转型 会用他们 这个都会是其中一个受惠 Google 当然 另外一个 亦都会是一个受惠者 相信 不过他就会在一个转型会比较辛苦 因为他传统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刚才说过 他是search engine 加这个广告 那到底未来的 加了ChatGPT 就是这种 Chatbot的 功能进去之后 或者一些 生成的AI内容之后 究竟他的Business model 是怎样的 这个似乎是一个 未知之数 但是 技术上 他就不会太落后 似乎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今天也过分了一点 不好意思 时间到这里 最后就出了我们的风险披露声明 以及 也都要作出个人披露 刚才说的产品 除了ETF之外 那几家美股 美股也有 财务权益 大家要注意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